哈喽,欢迎来到Sharleen老师文法小教师 那今天要带给各位的是汉尼版国中英语book2的文法 第二册的文法,单位量词 OK,那什么是单位量词呢? 如果各位还不是很清楚名词的可数与不可数 可以跳出去看一下播放清单 先看一下可数不可数的名词 然后再进来这个单位量词会比较好理解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单位量词是什么呢 OK,那单位量词很简单,顾名思义呢 它是一个单位,比如说像这里有一个碗 一个碗也是一个单位,那一个碗叫做Aball 好,那碗里面有饭,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说一碗饭呢? 这个就是一个单位量词 那一碗饭我们中文可以想成一碗的饭 多一个的 好,那我们英文就会怎么说呢? A ball of rice A ball of rice A ball就是一碗 of翻译成的 Rice是饭,那一碗饭 那老师如果我很会吃 我吃了两碗饭,我会怎么说啊? 好,很简单我就会说 2 balls of rice 好,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两碗就会写 从2变成2,这个没有问题 那ball是5碗,那记得加s 因为两碗已经变负数了 那后面的饭呢,没有加s哦 虽然已经两碗很多了 但是因为饭这个字是不可数名词 那没有在字尾加s 所以你就直接用rice就可以了 所以两碗饭我们会说2 balls of rice 好,那再来一个玻璃杯叫a glass 好,那这一杯玻璃杯里面装柳橙汁 你就会说一杯果汁 对不对,一杯的果汁 你就会说a glass of juice a glass of juice OK,那很明显这里是orange juice 你就可以说a glass of orange juice OK,好,接着 那如果是三个玻璃杯 我们会说three glasses glass会在字尾加es 那三杯果汁呢 我们就会说three glasses of juice OK,是不是很简单 单位量词就这样用 好,所以我们来整理一下 单位量词的使用规则是怎么样啊 那刚刚有教一碗饭叫a bowl of rice 三杯果汁呢 three glasses of juice 那所以各位它的规则我们整理一下 那第一格呢,我们会放数量数字 OK,一碗啊,三杯,那个数量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容器 是碗还是玻璃杯 那我们把它写成单位量词 就是这一个部分的主题 那第三个字都是off 我们翻译成的 那最后一个是东西 OK,看是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样的名词 好,所以简单的说就是数量 加上单位量词off名词 OK,好,那其实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通常都会讲说数量或数字 好,数字单位off名词 OK,数字单位off名词 好,这样子记也可以哦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课本69页 page 69 课本69页的地方呢 OK,好,这个图还蛮可爱的,对不对 好,是日本的一些人 OK,日本人 好,那胖胖的感觉是相扑选手 好,我们桌上了非常多的美食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说这些东西呢 OK,到它有单位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用 比如说像第一个 各位想一下它的中文可能是什么 第一个 A bottle of water 2 A tub of popcorn 3 A bowl of fruit salad 好,我们来,你找到这些东西了吗 第一个 A bottle of water 一瓶水 这里,OK 2 A tub of popcorn OK 这个是一桶 OK,一桶那个爆米花 好,我们去看电影会买 A tub of popcorn 接着 A bowl of fruit salad Fruit salad就是水果沙拉 那它是用个大的碗去装的 A bowl of OK,这个先生就在吃 对不对 A bowl of fruit salad 这里的数字有点不一样 因为老师有冰过了 OK,所以会跟你的 课本不一样 因为老师是照眼睛看到的顺序 从边数字 好,第四个 A glass of milkshake A cup of tea A slice of pizza 好,那这三个是什么呢 A glass of milkshake Milkshake是奶昔 那glass是玻璃杯 有没有找到用玻璃杯装的奶昔 OK 好,可能是这个吗 好,接着 A cup of tea 一杯茶 好,很容易就找到了一杯的茶 这里 接着 A slice of pizza Slice是片 一片 一片披萨 他正在吃 A slice of pizza 好,最后两个 A bag of candy A can of juice Bag是袋 一袋糖果 在这里右上角 一袋糖果 A can of juice 一罐果汁 OK,一罐 这个是铁铝罐 对不对 Can 这里还有一罐 OK 好,那你说老师 那如果右边这个 orange juice 这是一瓶 一瓶就会到第一个 A bottle OK A bottle of juice 这样用可可以 所以这里很简单 都在数量 好,接下来用单位 看你的单位是袋子啊 杯子啊 还是一袋一罐 然后接着第三个是of 最后一个是名词 一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数量单位of名词 OK 好,那相信各位应该是 会用了我们来马上看一下 这些单位 我们会用哪些呢 比如说 环境ball 玻璃杯 刚刚刚讲的glass glass OK,glass 好,那一般的杯子 我们会用cup 铝罐 我们可以贴罐 罐子叫can 一包一袋 bag 好,一汤匙的什么东西 汤匙spoon 这也是一个单位 好,一盘 一盘什么样的菜 OK,一盘plate 一瓶bottle 篮子basket 一篮水果 basket of fruit 箱子box 那刚刚那个爆米花的桶 对不对 叫tub OK,好 那这些就是我们还蛮常用的单位 希望大家会 那如果你怕忘记 你可以把这一页截图下来 自己存档哦 好,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到课本的70页 page 70 70页的地方 我们会一起写 这三张图片 那我们先看example OK,好 那看到example 就会很想喝 对不对 那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叫milkshake 奶昔 好,有三杯的奶昔 是玻璃杯装的 我们会说 three glasses of milkshake three glasses OK,glass 字尾加es 因为三杯是负数 那of是the的意思 milkshake是奶昔 一样是数量单位of名词 OK,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一题的部分 OK,好 它其实这里有五题啦 好,我们来看一下 来第一题的部分是两杯咖啡 你会怎么用啊 one,two cups of coffee yeah,two cups of coffee 来,各位 我们把单数的地方注意一下 因为是两杯 所以cup有加s 那第一个是玻璃杯 three glasses OK,负数的地方注意一下 那coffee本身不可数名词 就没有再加s哦 milkshake也是 虽然有三杯 可是负数已经表示在单位了 然后名词这里 它若是不可数名词 你就不用加s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二跟三 two,a bottle of water a bottle of water OK,一瓶水 three three,a bowl of salad 好,salad是沙拉 OK,一碗沙拉 好,那四公五 老师想要留给各位自己写写看哦 如果不清楚单字 其实右边可以给你参考 好,第四题你要写 OK,两桶的爆米花 好,你要怎么写 两桶爆米花 爆米花不可数 那第五题这里有pizza OK,好,被切成了六片 好,六片六块pizza six slices 好,一样我们复数的地方吧 好,做记号 slice是一片一块 那这里有六片 那six slices of 好,pizza怎么写 OK,好,那那个单位量词就上到这里 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英文越学越好 See you